我們今天來看這一組呢 是小Q鼠故事機 我們先看一下它的包裝外盒 這是一隻很可愛的老鼠喔 那這一組呢 它上面是寫適合三歲以上 但是呢 其實零歲小朋友就可以使用了 零歲我們就可以放一些音樂啊 一些故事啊 讓它聽 這是一種啟蒙藻礁機啊 所以零歲以上就很適合 那我們看一下這一組是需要 四號電池 裝四號電池三顆 然後不能使用那個 碱性電池喔 好這個是開關 開關鍵 然後呢 這一組它有四種模式 一組是我當年 耳哥 耳哥 現在是耳哥 它的音子也還不錯喔 那 這個按鍵呢 就是下一首歌 那這是上一首歌 那如果長按呢 它就 呃 音量就減少 我們試看看 我們要音量變小聲了齁 那如果這一顆長按呢 音量就變大聲 那如果這一顆長按呢 那如果這一顆長按呢 音量就變大聲 好我們換下一首歌聽看看 ABC ABC 然後好我們看下一個模式 百科 百科 嗯 這個是一些 自然科學 的提問 好 可以讓小朋友爭制式喔 好我們再看下一個模式 笑話 心情不好的時候 就可以聽一聽 笑一笑 你看看這裡還有燈光 耳朵這裡還有燈光喔 嗯 閃爍 小海鷗 在微微的班上 有兩個女學生 好我們再看下一個模式 故事 故事 裡面也有故事喔 小朋友最喜歡聽故事了 那如果按這個按鍵呢 短按的話 它就是暫停 它會先暫停 然後再按一次又繼續 大海是小海鷗的鏡子 那如果長按這一顆呢 它這個燈光就會停止 齁 那就還要再長按一次 它燈光就又繼續了 就 它的功能其實很簡單 小朋友都會操作 那 它使用的是那種 高級的那個 塑料 塑料製成的 環保無堵 然後也防耐摔 像小朋友可能就是 很容易會 會把它那個 摔到地上 那它其實是 有那種防耐摔的材質 比較不容易摔破 那 算是一組媽媽的好幫手 然後也是 小孩子們的好夥伴 媽媽們可以 來買一組給小朋友聽看看喔